了世紀 天天龍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不利典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行比賽是天梯的地地地圖 好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7點鐘方向的不利典人 那不利典人特色呢 封兵的射程是最遠的文明 那他的騎兵路線呢 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有三級馬鎧的關係 所以出刺吼 這個輕騎兵呢 或是重裝騎士 可以有效反殖對方的攻城器 跟這個戰毛兵 那不利典人的後期呢 通常是搭配強弩、長弓 或是搭配槍兵 作為這個合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YO這邊選擇的文明 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特色呢 主要是騎兵路線為主 他的寶兵莫娜斯帕 傷害可以高達22點 精冠技術阿茲諾騎兵 可以讓他的騎兵人口 減少15% 這個能力呢 包含馬功 所以你要出大洛馬 或是重裝騎士 莫娜斯帕 馬功 都會獲得這些效果 那喬治亞人的槍兵路線呢 是全滿的 劍兵有的是掩飾 所以他整體來說呢 是靠騎兵跟步兵 去作為主輸出的 那喬治亞的經濟加成呢 是強化教堂 這19個內 可以增加這個村民的 10%工作效率 所以到了城堡時代 喬治亞人 要趕快去插這個強化教堂 會比較好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風劍時代怎麼打 那這樣地圖的特色呢 這個中間是一個挖地 所以有一些資源都在中間 而且要圍架也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這個圍架呢 但是沒有辦法很好的圍到底 除非你是要這樣小圍喔 小圍一下 圍一下圍一下 然後這邊圍死 才有可能把自己家給圍好 那到了遊戲中後期呢 中間的佔領這些資源電腦 也是相當重要 所以這張地圖 我覺得比阿拉伯還要更難打 而且他的墓區呢 也是非常分散的 都是一小撮一小撮的這種地形 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喬治亞 開局送個羅車 好 可以開始試這個路群 這個四人打野隊 對經濟來說也是很補的 好 這邊拉了很多村民過來 應該是要伐木 伐木 這邊是要共用羅車嗎 唉唷 看起來是喔 直接繩個羅車 本來可能是要插個模仿喔 然後再插個伐木場 就要直接花200木頭 看這邊開局直接送羅車 非常的省 好喬治亞這邊點下了 風箭時代 三幾方面應該還是要打這個肉嘛 這裡軍營要趕快補了 好 軍營補下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不利店 不利店這邊已經蓋好了 那不利店的呢 他的補羊喔 吃這個訓養的動物喔 吃的速度是遊戲最快的 所以他其實很適合打這個步兵開局 或是打肉馬開局 就是可以考慮的 這個文明選擇 好 右邊這邊稍微過來圍一下 肉馬這裡再補一些 好 這一隻村民要收到的 小心 槍兵過來守一下 那兩邊都是打肉馬 加槍兵的開局 通常移上去就是先按一隻槍兵 跟一隻肉馬 唉唷 這個羊 他就被砍死 就自己吃掉了 好槍兵過來 兩邊要對差 這個村民 完蛋 直接用肉馬去解決槍兵 這隻村民沒救了嗎 開刀 開刀 搞定 一村被拿下了 好這邊 直接開局-1 YO這邊打得很漂亮 好 突然發現這是YO 好 YO這邊 是 也是使用肉馬 做出了一些事情 BRADIAN這邊也是肉馬開局 但是 肉馬來 有槍兵在 要打到東西也 不是那麼的容易 好 好拉了一隻槍兵過來把家裡圍好 好 槍兵繼續長手 繼續圍家 右邊這邊再來一次 槍兵站崗戳 戳到了一下 哇還戳死了一隻 哇這隻槍兵架子堅塵 但是遇到狼 哇這個血量 要被換掉一些 會被狼咬死嗎 唉唷阿 這被狼咬死了 剩下一滴阿 大地之母的威力 好 好 這邊要打下去繼續圍 那BRADIAN這邊圍法 更貪心一點 可以看到這邊圍是 直接圍一個超級大的 當然我覺得這樣子圍更好 好 比起你這邊圍圍到這邊 突然就圍下來 好 不如直接圍到底 好 那這邊圍到底 直接把這裡全部圍死 BRADIAN 防守 現在請坐好 旁邊 應該還是要到城堡時代 才會開戰 好 好 戳到了一下 村民有點危險 這邊 八隻 村民挖礦 挖的人有點多 這裡挖礦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還行 好 那BRADIAN這邊是肉 已經上去了 也是升了 城堡時代 好 BRADIAN升級 大概快 這邊五秒鐘左右的時間 還十秒鐘的樣子 好 這邊可以看一下有沒有挖石頭 沒有挖石頭 有可能是要這邊開TC 是要這邊開TC 3TC開農 都直接開在石頭礦旁邊 待會挖出城堡 第一根城堡可以考慮卡在中間這個位置 走下金跟下面這塊金都可以 門面的部分可以保住 好 好 BRADIAN這邊是轉出了 長槍兵的防禦力 哇 補了很多槍兵啊 那個槍兵來到了7隻 欸 升級上去了 不好意思 這個玩家好像不是YO 這個喬治亞的名字怪怪的 哈哈哈哈 我想要學為什麼這個升級的名字這麼長 好 OK 剛剛這個觀戰模擬器喔 有一些小小的BUG 好 把這個畫面換一下 好 想說歪喔 怎麼感覺跟我的印象都不太一樣 好 欸 結果我們看到喬治亞 陰上城堡 時代 點一下人馬功 好 好 風拉過去 有可能會被抓掉 但還好 很順利的招響到了 BRADIAN這邊是 已經 扛住了 這一波的 騷擾喔 好 但是投石車來了喔 就很難擋了喔 好 但是這邊也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兩邊前起喔 打的算是比較 偏防守嗎 喔 就是出 衝車 而不是投石車 好 生女直接 被打掉 兩隻生女掛了 投石車一直打 唉唷 這個馬功接好接滿阿 好 這邊打一發 投石車一換一 OK 這邊繼續再尾 好 決定我要從右邊進攻 反正這邊衝車已經看到了 喔 我衝車拆防止很快喔 有機會尾好嗎 好走進來了 再繼續尾 直接尾十牆 好 布列天這邊城堡已經開始挖了 倒在喔 這裡還沒有去補下城鎮中心 第三個 就是用馬功加投車 給壓力 好 現在兩邊打的算是防守的沒什麼太大問題 布列天則是轉出了戰毛兵 而不是直接走工兵路線喔 想要先守一下 那其實布列天在這個局面來說 走步工兵喔 效益很好 不管你是要出長弓或是強弩 都有這個一弓的射程優勢喔 打這個 頭車或馬功喔 再打這個防守戰來說 效果是很好的 那這邊目前是決定使用投石車防守 唉唷唷 投石車被砸爛了 好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好直接補在正面 真的要走戰毛嗎 看起來布列天直接走步工兵也行喔 來了 終於要扛不住了嗎 可以再繼續圍一下 欸 但上面是有個洞的喔 趕快圍趕快圍 好這邊布列天防守防得很漂亮 現在村民差距 布列天領先喔 88村 對上70村 大約差距18村左右 好 已經來到20村了 經濟來說喬治亞還算是 比較差一點 因為這裡可以看到強化教堂並沒有補阿 所以他這個經濟加成喔 現在是沒有的狀態 有點可惜 好布列天這邊要趕快補一下 弓兵的升級喔 好 好 這幾色有了 這邊出來 開始按長弓嗎 好 先按戰毛 而不是按長弓 但長弓還是有按喔 好 三個事件場 補戰毛兵 這一波可能要擋不住 頭車 兩邊互看 換掉了一台頭車 空間補了一根箭塔 走進來直接砸了一發 裡面有一堆戰毛兵等著你進來 馬公衝進來就是要搶打一波 但後方頭車也過來了 戰毛兵只能撤退 好這根箭塔 可能會蓋到頭波起流 趕快收村 哇 炸11村 好 長弓趕快把頭車解決掉 好 OK 搞定 頭車血量有點殘 有機會嗎 還有10滴 621 搞定 頭車再回頭砸一發 現在 不利甸 極限狗住 好 站頭車 這裡又看到這裡有村民 哇 一個高達地 拍死了兩村 不利甸 現在已經來到106村喔 村民差距26村 好 現在工兵鎧甲也補了 或者是個工兵鎧甲 好 這樣這裡點下了彈道學 彈道學還有50秒 好 這邊就繼續走 復工兵吧 有木頭再點個義勇騎兵 不利甸長弓 打這些馬公就會很舒服了 好 二級的工兵鎧甲終於升級好 頭車這邊傷害是 還是很高 不利甸要手速 投石車要繼續按 那盡可能用投車去換對手 好 這邊雜一發 一換個可以嗎 再一發補個傷害 哇靠 這裡不利甸 直接頭爛 兩台投車爆開 好再來一發 哇這個吃好吃滿 好 投石車 打到強攻 換了一下 好終於把這個投車換掉 正面戰毛兵加投石車 終於把對手喬治亞給打了出去 終於把這個入侵的馬公跟投車給趕跑了 好 好遊戲時間來到了34分鐘 不利甸人 準備要來點下帝王時代 喬治亞這邊 打了猛攻的關係 川民處稍微落後 好現在這邊先來控一下 中間的支援點 好這個城堡的位置很不錯 好這邊再用馬公 直接擋戰毛兵 好不利甸點下帝王時代 好一打出去 開始把城市中心往外蓋 盡可能想要控住這些支援點 畢竟不利甸人長攻需要城堡 石頭能夠拿下來 對於待會要插寶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走向好 好這裡來了 馬公抓到蓋TC的村民 兩隻 還行啊 沒有損失很多 好 現在不利甸人點下了槍兵的升級 二級的步兵鎧甲也提升了 好 君也在一個一個補上 好這裡繼續用戰毛兵跟長攻 還有投死車 慢慢追擊這些馬公 好這裡決定不打 喬治亞直接回頭 就跟城堡蓋下去 這個城鎮中心 要危險了 好 投車被換光 現在喬治亞直接造了幾隻木阿斯帕 好 送爆了一些戰毛兵 這一波戰毛死傷殘重 好 不類甸的槍兵升級還有30秒 三級剩已經點下 怕血還有50秒 三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了 所以升級很快很快 好現在情況是長攻雖然有 但是現在 產能不夠多 待會還要繼續到巨型投死機 攻兵的數量可能會越來越少 要擋住實在是有點困難 還好補一點這邊有轉戰毛兵 現在可以稍微用戰毛兵擋一下馬共燒 產能先全部給巨型投死機 可能會更重要一點 好 喬治亞這邊升級 城堡打地王 黃金還差400塊 還是要賣個石頭呢 如果現在賣石頭的話 這根城堡就沒得修了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擋不住 普列店這邊是高打地啊 又沒這個村民 又抓了一村 好 那現在普列店人 這根城堡應該快拿下 蓋好就沒了 好這裡居然有洞 這會從進去嗎 好沒有打算要進去 戰毛兵出來這個位置 好抓到了 馬公的路徑 好抓掉了幾隻馬公 在巨型投死機還在工程當中 戰毛兵在這 打掉了一些數量 好治亞在右邊想要突破 但是槍兵已經過來 選擇了撤退 到這樣也被破了 轉了戰毛兵做防守 好 現在繼續打這些黃金兵 會越來越傷經濟 畢竟這張地圖的黃金 雖然是比一般阿拉伯還要多 好 但如果選擇黃金兵的話 真的要全部控制黃金礦才有可能 經得起這個黃金的消耗 好普列店這邊已經來到了 五台巨型投死機 好 槍兵稍微回頭 能夠打到嗎 好 戳了一個房子 上兵在後方 差一點差一點 要戳一下 巨頭拆除掉了 這根城堡 好 穆拉斯帕在上面衝了過來 這裡要不要收村 完蛋 這裡直接敲 敲不起來吧 這個太硬要了 後面可能會死一些喔 不列店的聰明區只剩下123吋 喬治亞則是150吋戰術 然後點下了帝王時代 還有20秒左右的時間 好 這一坨戰毛兵在後面 又抓到了馬宮的騷擾路徑 這波防守做的還不錯 喬治亞現在要打贏 長弓跟槍兵的組合 其實是很困難的 這裡最好的辦法 就是轉出大量的戰毛 但是喬治亞人的戰毛兵 又沒有三級的攻兵鎧甲 其實被長弓射喔 還蠻痛的 好 長弓這邊三號精銳了 好 這裡也轉出大蟲車 可以吸引一些長弓的傷害 但槍兵直接上前開戳 哇 戳掉了大量的戰毛兵 就要趕快跑了 巨星托斯基 千萬不能被衝車給碰到 好 衝車一台一台的 被槍兵給戳掉 喬治亞這一波有點送單位 好 正面喬治亞 這裡最好的組合 就是繼續出莫娜斯帕 然後戰毛兵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要再轉一些工程器出來 像是大衝車阿 或者是重頭阿 都可以考慮一下 巨星托斯基也是需要的 當然現在轉巨頭的話 巨星托斯基還沒有解掉 有可能巨頭產生出來 就被對方的戰狼給打假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喬 是要先解決掉 烏烈電的戰狼號的數量問題 好 正面對我黃金框 派了一些槍兵防守 現在摩娜斯帕的數量還不是很穩定 現在來喬治亞的木頭 48個人 現在肉只有49片 情境有點極限喔 烏烈電這邊轉出了馬凱 三級馬凱點下了 準備要來轉新騎兵 要來撿這些戰毛兵了 哇 兵營越補越多 到了九個了 九兵營產槍兵 好 吵架這邊經濟也來到了極限 這邊產了一些肉馬 哇 你這邊產肉馬 沒什麼太大用處啊 怎麼不繼續產莫拉斯帕呢 有困住的莫拉斯帕 感覺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好 這坡槍兵過來 但是有換一些肉馬 肉馬趕快輸出 那布列典這邊其實也可以轉頭石車喔 轉中頭 去打這些戰毛兵 也是一個很常用的布列典戰法 好 下方有一頓BD 打破了這個牧區 村民只能選擇繞跑 簡單了 這六隻莫拉斯帕要搓了一堆村民 好 戰毛兵直接往前 開始點長攻 不遠了 就是要跟你換長攻的數量 好 戰爭感覺還好 現在長攻的問題不大 問題是後面這六隻莫拉斯帕 好 拉了一坨槍兵過來 那邊的部分還在攻城 城堡喔 有機會被拿下嗎 又是低打高 喬治亞的高地城堡 減傷很多 但是四根 我靠 四巨頭 拆太快了 連喬治亞城堡也狗不住 正面的長攻還在輸出 這裡長攻已經擊殺到了 43隻的單位 加方的布拉斯帕搞定 左邊有一波小小突襲 這邊是用肉馬 一座抽線 正面的部分長攻的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 這裡重新用補了一根城堡 哇靠 原地起保之處 然後原地又要再被採處一次嗎 喬治亞人這邊 口有點鐵啊 城堡感覺不應該蓋在這的 正面都還沒打過去 距離逃脫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好 這裡蓋寶被肉馬抓包 蛋蓋也要蓋起來了 左邊這裡有少量肉馬 現在喬治亞盡量使用肉馬 去走一個多路線 抓錯你的路徑 好 但是正面也沒有打算放棄 趕快把這個城堡給修起來 好 肉馬這邊嘗試突破 長攻加上槍斃的防線 肉馬摸到了兩刀 但這個還是摸不到 喬治亞這個文明沒有火炮 但是有火槍 現在遇到這個問題很難受 所以最好是要趕快去出衝車才行 但是喬治亞並沒有這個餘力去出衝車嗎 因為衝車可以去幫忙擋這些長攻的傷害值 好 但是喬治亞沒有轉摩納斯帕的關係 正面的火力失誤太夠 只靠戰毛兵有點吃力啊 還是要靠一種黃金兵打正面會比較好 好 肉馬這邊上前又被槍斃戳爛 沒有辦法摸到後方的巨型投資機 喬治亞這邊的石頭 多購買了500花了1037塊黃金 黃金直接見頂 但是這邊巨型投資機直接砸爛 哇靠 戰毛兵只剩下少量幾隻 不列連正面長攻輸出的太開心了 一直站著就可以獲得擊殺 哇 已經來到了70隻的單位了 這一坨長攻已經價值連城了 正第一戰不列典真的是太強了 但喬治亞這跟城堡也是修得非常久喔 好 城堡還有班 但是喬治亞先打出了GG 我們恭喜不列典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不列典這邊打得非常好啊 這個長攻一直輸出喔 就是擊殺了應該是有破百 包含倒下的長攻應該有破百的單位了 長攻兵陣地戰打得十分舒服 而且不列典後期也轉了一些輕騎兵 去農田亂卡村民喔 這個對陣地戰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習慣喔 陣地戰要打 但是分推也是要騷擾打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有 不列典拿下支援上勝利 黃金樹了一些 石頭也是 但石屋跟木頭都有贏喔 而且還獲得了三勝物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